天還沒亮透 賴幼錦已經蹲坐在門廷煮堂 這堂香氣甜了空氣 準備就在補個這裡喝起來 對 這個神秘夥伴 吃飯的傢伙 糖水熬到125度 老師傅立刻起身 把沸騰的糖漿倒進鍋子 隔水降溫 裝成金黃色薑葉的炒鍋 順著手勢 在水上輕快旋轉 這個要轉平 就是這樣 對 那個冷卻度均勻一點 等糖漿冷卻成糖糕 賴幼錦反手抓緊木棍 使出全身氣力轉動 拉扯厚實濃稠的糖糕 對一個七十歲的老阿公來說 實在有些吃力 現在是給它發酵 發酵 對 充分發酵之後 糖的顏色慢慢變白 接著賴師傅開始甩糖 沉墊墊的糖打在木板上 排除聲響 千回白轉 甩出一條閃亮的白色緞帶 白糖的長度可以伸展到六公尺 你看滿像在鏈骨 在踏那氣徑布 阿公抄起腸棍 一邊踏著步伐 一邊纏回斷帶 這個古早味糖果 就叫做白糖蔥 像蔥一樣又白又脆 是早年農家社會奢侈的零食點心 長棍上一圈一圈的糖 得馬上掛起分切 減糖的工作就交由太太負責 很累 很累 對 尤其自己做自己賣喔 你下午還要趕去賣 這樣時間都會不夠 所以你在趕嗎 對 沒辦法 小孩子 他現在有自己的思念 同樣的製糖步驟 一個早上 賴宥錦不知道重複多少次 這個很耗熟 對 耗力氣 很容易得金火眼吧 那個 往球走都來 對喔 掌飾手都往球走 我就問醫生說 要怎麼辦 他說 休息 他說 你連毛巾都不要去 都不要去轉 對 不要去捏毛巾 半年就往車頭轉就好了 擔心動作太慢 糖膏會變硬變肝 老師傅完全不敢休息 這麼苦 難怪孩子們都不肯接手 那你家不能退休啊 有一天還是會退休 做到一百歲 不動的時候就退休了 沒辦法 因為我還有貸款 還有貸款 對 捨不得房貸造成兒女們的負擔 阿公堅持靠著長馬後撿的雙手 還清貸款 整身活費 都是撿的 都是撿的 哇 這邊都是撿的 他在拔盒耶 這已經磨 磨了不再磨 磨了再磨啦 每天跟糖在拔 因為寒險沒事 拿糖來玩 其實當初會做糖 起因也不是太甜蜜 原先在外資的塑膠工廠工作 後來外商撤資 年過半百突然失了業 為了養家 賴又錦開貨車打零工什麼都做 一次在路邊看到白糖蔥攤位 生意還不錯 他心想乾脆研究看看怎麼甩糖 沒想到這麼一甩 就甩去二十個年頭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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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慣了 午後 賴又錦的忙碌身影 從工作室以往淡水老街 登場個加油 你好 看看喔 好吃的龍鬚糖喔 你好 好 好 一半 謝謝一半 謝謝你 謝謝 為了吸引人潮 他還現場手作龍鬚糖 甜甜圈形狀的麥芽糖 慢慢搓成條形 再放入膏粉裡 拉成千絲萬縷 這裡面有12288條 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拉幾次我知道 分切好的龍鬚糖 加入花生 芝麻 各種餡料 包成殘鹼形狀 白白胖胖的很受小朋友喜歡 很好吃 很多絲喔 你看你長鬍子了 小攤位總是充滿阿公爽朗的笑聲 這幾年老街的遊客不比從前 夏天生意更清淡 但是賴又錦 永遠親切溫暖 年紀也大了 賣多少算多少 對啊 在一旁默默幫忙的妻子 臉上也是掛著靦腆的微笑 當年就在先生中年失業的當頭 他也因為職業傷害 在雇主惡意之前 生活的苦楚 夫妻倆就從糖果當中 漸漸尋回甜蜜滋味 今天跟老婆一起工作應該是解密的 不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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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這樣 會嗎 會 會 阿公的人生其實就像白糖蔥 蘊藏超乎想像的韌性和延展性 拼命一甩 甩出耀眼的光芒 來吃看看 好吃 好吃 來吃看看 終於放晴 周恩爬滿臉的林峰阿嬤 又來到攤上 這粒肉粽的苦茶味 一粒十塊 包兩粒一粒三粒 豬肉粽補香 少量 兩個小粒 這樣十粒 才喊沒幾聲 人群就把攤子給包圍 像是來到十八王宮廟 就該跟林峰捧場 要等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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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要等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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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親愛的人 如果要吃就吃一粒 沒關係 要等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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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填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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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份人情味 把人給鋸了 女兒江春蘭也會在一旁幫忙 綜活兒塌丹 有媽在 不敢搶風頭 但入夜 就是她的天下 我在晚上 人家就不少 很多年輕人 不錯 我說話 跟他們 我真是老闆塞 我自己去吃 我自己一般做一餐 都沒有生理 我就去那間店舖 找到那間店舖 看到很多人都沒有人吃 我就跑一把錢來賣 然後賣 賣好來十八公斤 吃賺一塊錢 草配我吃比較香 便會在家裡 我跟它加蟹 再加蟹 蟹蟹 蟹蟹 比較香 就更香 吃了很好的 帶蟹 配了外子 三位太 配合的蟹蟹 kilo 便好 clinicians 芭蜜我们就在这个 粉朵的人在自己抬 比较贵的不快 都不需要去刀鸭 都在这里我们的 地点叫人家吃的 叫人家吃 今天要几十斤 人家吃几十斤好了 贵竹叶包进熟米 配料一把抓 三两下就包好 人工难请 阿嬷做定了 叶子一抓 一包就是好几小时 大儿子江迎庆接过 绑神 母子俩合作无间 我这样刮到过来就逃脑 逃脑白 几天我倒下了 江迎庆啊 都叫我欧英庆 我都叫我那么好干 我说王迎庆比较有钱啊 两个儿子 两个女儿 十五年前 大儿子被车撞跌倒后 人就变得不一样 阿嬷安慰自己 至少身边多了位开心过 也不再担心见不到人 因为家里的人使越来越少了 狗烫人从来不到 被车撞车 他要去找東西、找方法,去就大天了 就狗仔去洗就大天了 結果就來,就去旁邊就湊湊了,就滿天了 兩個十個小孩,一個大小孩 換了沒有,創三年了,創了就走了 我們人家就不去了,三十二十年就不去了 不可以說 自己家來輸就不可以說了 媽媽無意啦 96歲高齡,送走一個又一個至親 看透生離死別 阿嬤勇敢堅強地包著粽子鞏固這個家 我不想教懶人 自己一個人比較好 跟媽媽再得嘴過比較好 經歷婚變的江春蘭更能體會家的重要 在這屋簷下,把媽媽的味道做好做到位 我們那邊是胃子比較Q 所以加它貴一百塊 真的有差 我媽媽就是堅持說要那個 米比較貴沒關係 哪會吹啊 這是我媽媽給他教的 給你散花 好 好 沒有,你現在要怎麼過 我們人其實不用再做太多 痛 我媽媽一直做那些 到的時候不能碰到旁邊的 不能碰到這個 烤到這個米也吹不燙 吹得這麼發脆燙 家裡這樣沒有把我媽媽倒去也不行 我自己本身也是愛玩 也是很會花錢 我都交給我媽媽 交給我媽媽,我都不領錢 其實媽媽都會給我準備 對啦,真的是有媽媽,真的是很好 真的要看,你看 就是命苦一點 我們家裡很好 愛女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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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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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愛女兒 愛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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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只石门一带采茶种田 又到发电厂做工 卖槟榔饮料 后来是靠着在十八王宫卖肉粽 赚到钱 重点是这一桶汤汁 糖头 五香 胡椒 鸭 米粥 从十八王宫开始就是这样子 有的人买肉粽买 就是白糖买 这个不是那个阿嬷买的 认识的味道 对对 这就知道这桶是不是我们的母亲 会抽 昨天晚上我自己一个人忙到几点四点多 我自己一个人 我妈妈说要帮我包 说你不用你去睡觉 我当房中一颗三十元 就是很便宜的 平常就是三十元的 我都没去 真的 我去他都心态很好 不行 他宁愿没赚钱 得罪 得罪钱也不得罪人 包有蛋黄 猪肉 菜脯 扭扣菇的蛋黄粽 最贵 一颗三十块 不仅多年来阿嬷不涨价 来到家里跟他买的 还会顺手抓一袋 让客人带着走 菩萨心肠 也或许正是老人家得到的福报 林峰老空梗是家人最大福气 每天炸猪油煮配料包粽 他说这就是保养之道 死忠顾客还会一年来寻一次 看看阿嬷还有没有在卖肉粽 这粒还没来呢 都没得到 都没得到 阿嬷 你说九十六岁 九十六岁 九十六岁又几岁 老婆婆了 现在是说过孝顺了 就急减出来买了 他娘要做多久 做到苗顺就好了 林峰坚持站在摊上 还拍的春兰也不甘示弱 譬如他一直在买 我拿着这一条 我是说你牌队 纯粹牌队太长了 我直接牌队 我想我拿到后面去 拿到这一条 没人要买 跟人要干嘛 这一条牌队要买 我现在的意思是什么 不需要看人 看坑榜 要快点我 母女俩讲话杀来杀去 但终究刀子嘴豆腐心 热卖半世纪的铜板架肉粽 是老人的坚韧 还有对人情的念念不忘 内容吗 小卤内容 鱼皮面嘛对不对 好 你等我一下帮你秤 来 先拿着 这一斤排骨 牧村的淡庆公路边 少了少话兴致的车潮 正好忧郁疫情打扰 淡海轻轨站旁 万物本该悠悠静静安生养席 但阿娥姐的铁皮屋 偏偏每天一进中午 海鲜面 排骨酥面 粥饭小菜 热汤一出炉 来自四面八方的熟客 必自动门前报到 列起热闹队伍 一个排骨面 刚有一个大的 是哪位的 有时候 我上次来的时候 这边都爆门 我们常常来 好吃又便宜 排骨酥 第一名是排骨酥 我看你今天买几人份 我跟我太太两个人 吃这么多 来 谢谢你 很好吃啊 因为太太厚 来 大姐 五个面 五个面 两个米粉 排骨酥我吃过很多家 它的味道调得非常好 所以我常常会买一斤的排骨 回去自己煮也一样好吃 朵朵舍大的排骨块 一早腌好酱料入味 下油锅前略骨薄粉酥炸 放凉炖进牛脂高汤 上周前摆上大把烫好的青菜 糖心蛋 排骨酥块油量鲜姿 居中成堆一概 别说澎湃的特大碗工分量吓人 豪气的阿娥姐还分大小碗 而眼下这一碗还不算最大 我们的东西是烧锅团碗啦 你看那个大的 因为这边以前刚开始很少这种 斯文的人都是那种做工 里面 其实的工地是他 却起码能容纳五十个人以上 阿娥姐算了算 排骨面从开店一卖十四年 认真论起他跟先生当年 单纯的真的就只为开店 既没经验 也选不起人烟喧腾的店面 租下公路边的矮发 两夫妻想 不如就量身打造成 过路司机跟工人的厨房 那个时候宠画区一片空空如也 新市镇轻轨这些字眼 对两个人来说 也仿佛是下一个世纪的未来用词 尤其刚租屋 才准备开店时 连轻轨路线怎么走 屋下土地争不争收 都是未知数 但为了挺丈夫圆梦 他决定还是先做再说 所以你就是说 你想要怎样做 你自己可以去发挥 你自己的想法 你假如说工作的话 你就没办法 你有你的想法 你可以做出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五味章鱼 凉拌鱼皮 鱼蛋 鱼烟熏豆皮 系数看板上密密麻麻的菜单 光是小菜就看得让人 不得不换选择性障碍 前生成红旗过去 是学台菜出身 中菜 川菜 大小餐厅都历练过 就是不甘于 永远窝在只能听命行事的 矮小那场里 所以你要坐哪里 在哪里 背后 好 我帮你说 客人都因为是看很多人排队 他就会进来吃 看人很多 那人在坐在排队看吗 我是路过的 我看人家排队我就来了 而且我看到好像有摄影机 我就赶快来买了 那个鱼排我觉得蛮好吃的 这是很传统的台湾鱼皮 对对对 那个肉皮 那这样肉皮的话 它蛮厚的 都是蛮传统的台湾味 要比台湾古早味 它一定把传统诠释到位 小吃水准几乎复制 阿公阿嬷年代的口味 对于经典台式小菜 哪怕当时也只为过路客而做 它都清尽心力 比如开胃木瓜丝 那绝不是泰式的偏甜辣口味 反而是从川菜凉拌白菜心 演变感凉过来 你看它的料 满满的料 妈妈的菜也不错 吃得满细节 每次来这边都吃着他们的海鲜 每个都是大碗 然后他们的 这个就是小碗的分量 以前我们刚做的时候 晚餐不好 早餐最好 以前做工很多 是现在很少 以前做工在里面盖房子 那个工头来就带40个 因为他们做工是不是 要给工头要带员工去做 是要先吃饭 所以你看我的麵 很大碗 当初就是工人吃 不是设计给我们这种 就是工人吃的 吃饱吃好 原先属于来领阶级的营养早午餐 谁知道因着魅力迷人跟大碗工的加成 后来根本全民跟风 现在路边停的何止货卡工程车 就连双兵名车进口车都抢着卡位 那个警察来感觉是 现在人手一击啦 可是真的客人我们会叫他请他停好 可是有时候人就很奇怪 他看你这样他会打电话 我们也没办法控制 而且这边附近也没办法找停车场 不然我真的很愿意花一点钱 帮客人找个停车场 等一下再点 不会做不到 来四个排骨面是哪位 曾几何时每个用餐尖锋 二姐坐正前台 点餐间收费心率早就不够 六七个员工姐妹各就各位 无私分工 十几个年头下来 也培养出革命默契了 一碗厨师的圆梦排骨面 渐渐煮出妈妈胃 也温润了公路边的年年碎碎 如果要吃哪个烊 mín屁 三奖 一碗热厨师的 两个到两个吃 比较教 看看 两个菜 四次采葱 那四次采葱 大水是一碗 那四次采葱 四次采葱 對 那像十許說 它的熬的纖維雖然粗了一點 可是它的甜度又比這兩種來得好 鰻魚丘蟹的一百種吃法 不論老饕師傅 凡事或鮮 花蟹自然都崇尚清蒸 再則三點蟹可薄 肉質軟細 油炸炒鹹酥 也是海產店常見的大宗食譜 但對世代香成捕萬里蟹的 第五代魚人來說 淡蟹是藝術 如溫柔的粉彩 料理也就不那麼飛黑即白 因為有些人喜歡吃稀嫩的 那他就選擇三點蟹 那喜歡吃Q彈或者說 喜歡食尋的肉質 他都可以拿來炒 好吃啦 很Q的啦 還有軟 現在還有軟 吃得都沒在說話 沒在吞嘴 你不看 有點四隻啦 點一隻 對啦 你是很愛吃螃蟹 對啦 螃蟹的荷家 不錯 滿新鮮的 你們今天特地從哪裡過來吃 我們從珠北過來 滿滿天的啦 八九月 十月 幾乎都會來吃啦 有時候一個月來一次來 有時候兩個月來一次啦 自家補的海蟹就來自近海 位置大概在基隆雨和西北漁場的交界地帶 林宗海是廚師 雖跟爸爸出過海 但要跟這個補蟹自立長達五十四年 龜虎一帶第一個主公海蟹的漁夫相比 還真是小屋見大屋了 那隻螃蟹呢 一般啦 在那裡也吃 如果硬大也吃得很好 硬大也吃得很好 硬大也吃得很好 人站不穿 人站不穿啊 那隻螃蟹也吃得很好 林家宜脈相傳 漁船自古就以捕撈小捲海蟹白帶魚為主 而林爸爸算是完整歷經 從傳統網撈到機械師漁法的以待 儘管今年蟹礦不如往年 對比產地從外海來的秋蟹 唐家還是偏好等候近海的 你整個蒸起來的外海的蒸起來 蒸起來的味道不怪 人家說是蟹蟹蟹蟹蟹 如果今天蒸起來,現在是香蟹蟹 但肉質比較淺,沒辦法 現在這件事變化了 整年到這半天才有白蟹 蟹蟹就有白蟹蟹了 喂… 對,剛才剛才我等下 我已經沒了沒了 魚船靠岸,螃蟹上岸 產地到餐桌的距離 約莫就那麼幾公尺遠 不僅林總翰的廚房就在港邊 媽媽賣蟹的小攤位 都是全年守在岸上 集滿虎視眈眈,早就卡好 為捲旗繡館來搶蟹的老客人 我們現在買大概十幾二十年 所以這個秋天已經來第幾次了 第三次 那你為什麼都固定跟他買 因為它是自己的蟹蟹 所以它的螃蟹比較好 對,然後他像有時候那邊的人 也是會來跟他們買過去賣 不會很熟嗎 很熟 很熟 有錢,剛才那天才來的 有錢 有錢,剛才那天才來的 有錢,剛才那天才來的 有,剛才那天才來的 有錢才來的 有錢才來的 那是稍稍多 稍稍多 稍稍多 稍稍多一個 稍稍多 這樣也碰到就對了 對啦,這樣啦 要找人消費練好 燒就好 說今年變小客館喔 今年有客館一帥 因為今年抓得比較少 這個是母的喔 母的啦 公道母的都一樣 硬的是舀肉 萬里蟹隨廣宣觀光一紅十年 不過老灘卻起碼擺上二十幾年 李媽媽是漁港周邊第一位 直賣萬里蟹的小販 那是小漁村親近的 只存在一間小小海產店 女人家靠的是同所無欺 梳立起好口碑房門景點至今 我同台生買了 不好 就說慢慢的三年以後 我們才一攤一攤的慢慢開 剛才我也沒什麼人 我就是拿不拿不拿 就是說 進海的好吃 還有漁獲新鮮 所以人家可以 一步一步一 來這裡的人 拉看拉看 所以才開始出門 像他這邊的話 就比較公道 而且有時候 阿姨心情還會多送個一兩隻 這麼好 對 回去都怎麼料理 回去清蒸 蒸就好吃 對 清蒸 趁他還活著的時候趕快蒸 有時候我們會買比較小隻的 像這種250的 我們會回去煮味蒸湯 就是它比較小 可是你煮湯 它湯會很甜 相對遠道而來的天龍國食客們 總說還別人家吃得 都不簡單 然而至於漁夫 好說大餐可就得重新被定義 尤其是餐桌上 每逢出遊聚餐才點得上幾盤的 雙鮮海產 對他們來說 其實是家常晚飯 不是 因為我們的 隨手可得的海鮮資源滿多的 餐桌上一定要有魚啊 魚一定要的啊 好海人沒有魚就不成菜啊 吃不下飯 蝦餡基本上都是飯後再吃的 吃飽飯就會開始看電視啊 啃螃蟹啊 非常棒 對 另外 從小吃到大也吃到老 龜猴的傳家們 廚房裡總也少不了這樣一碗海鮮米粉 魚鮮小卷 排蝦蛤蜊 鋪在米粉湯的第一要件 就是必須蓋到讓人難以分辨主食配料的區別 對外人來說 這是澎湃熱情的豪門宴 對於家來說 卻不過是代科的基本門檻 如此才敢端上檀面 這個料非常的豐盛 滿滿的一碗 好吃好吃 真的喔 真的新鮮 它都很讚喔 很甜 還不錯喔 對啊 很新鮮 很新鮮對啊 九十五分 九十五分 對 日常吃十里清鮮俊勇的 又何止小卷鹹湯米粉 清蒸蒜味龍蝦版條 既能果腹 也算得上是宴席上的絕美大菜 但在林宗翰的記憶裡 那又是另一道入了味的鄉愁家常 算 因為我姊姊嫁到新莊去 所以她回來基本上都會有 也算是家庭料理 家庭料理喔 對 如果說以前可以抓的量的話 跟體態的話 以前一隻龍蝦大的話 可以倒到兩三斤 以前的第一尺寸大 然後以前大概一個月的話 真正在抓龍蝦的季節的話 大概可以抓個六七百斤以上 現在可能不到一百一百處而已 小時候家門以外的海域就是冰箱 縱然現在和過去的漁獲量無法相比 她畢竟還是定下了習慣 也善於料理預先的根基 只是林鄉背景 似乎是每個漁村孩子 從今向往又或是必經的路 都會有這樣的想法跟憧憬 都會想說外面的錢比較好賺 或者說我想要去體驗一下 或者說我想要去出去 拚一個不一樣的東西回來 雖然小漁村到台北的路程 不過就四五十分的車程 但彷彿快速道路 能縮短城鄉的距離 也能阻斷城市的喧囂和五光十色 林鄉背出了社會 確實也離家在西餐 和中餐都分別歷練過 卻在闖蕩幾年過後才有所感 家門前的這片海天天守著 雖乏味 但總有在外再就也滋生不出的 踏實心安 那我也覺得說 反正在家裡附近工作 也不用說像台北工作生活 那麼周遭勞頓 還要去應付所謂的朋友圈 那討好那些所謂的師父之類的 會比較單純一點 這老人的官僚 在外面不知道在做什麼 我們不了解 在這裡看得到 比較放心 就不希望說很好很好 那就是說只要平安 看得到沒有做壞就好了 在外地的日子 多半埋在廚房裡不見天日 回到龜吼的一剛開始 林總漢本也不假思索 就聽爸媽的話 到左林右舍的海產店去上班 結果硬搓洋茶 反而先跳上爸爸的蟹船 但也索性有那一段時日 才讓年輕漁夫 有心修讀 好好爬梳 如彎花筒般的航海地理學士 應該說他們這年代老船長的經驗 是書本上電腦上查不到的 以前啊 在抓一些魚類的時候 他可以很明確地跟你說 我今天在哪邊下網 那回來的數量大概會有多少 會有什麼樣的魚類 幾乎都是八九步離子 算一算 萬里謝風行的這十年 正巧也是自己回鄉到現在的歲月 那時每逢入秋 遊客漸漸喜歡走入漁室 帶一顆料理漁室 成了他能一展長才的舞台 其實那時候店也不大 也滿多人不看好的 我就覺得店小小的 然後又沒幾道菜 也沒有冷氣啊 桌子也是很刻苦的那一種啊 然後那個塑膠的椅燈啊 就這樣子做啊 小本生一起投客難 不過林宗漢靠著漁獲生鮮 就用來自爸爸的漁船 小小海產攤百元熱炒 假日翻出率高 一天起碼也翻了六七十輪 靠全日積月蕾底氣養成 足足熬了七年 也才有今天海鮮館的輝煌盛起 現在台北的朋友 反而會羨慕我們現在這樣的生物 然後說出去還要勾心鬥腳啊 還要去跟人家吃飯唱歌喝酒 才能對 才能有一點訂單 才能有一點成績 我說我回家就要睡覺了 然後時間出去弄這些 年少時看盡的繁華心力 林宗漢現在都說盡眼底了 中年過後 沉著穩戀的是態度 至於澎湃的思緒 就隨行轉化為餐館裡的豐厭相色 現在人生能拼都能逐夢 也長飯家人左右 心滿意足了 早期都比較鹹 味道都比較重 礦工那時候就要吃很鹹 因為它們汗流多 雲南風清的一大清早 游貴美 這座已著山色的半露天廚房 已經滿是熱香 記得我爸那時候在做礦工的時候 都已經接近尾聲了 礦工人員比較少 但是可能工作時間比較軟 所以他們出來吃飯的時間就不定時 魚香茄子 鹹菜豬血 鯊魚肉炒芹菜 即到當年礦工最愛的下飯菜 如今雖然調味清了點 形影也都還在 油貴美尤其不敢改的 是老瑞芳人吃台式走點的習慣 七到八早 老派自助餐已經炒滿鋪好 它加的是什麼 高湯 就是我從那邊撈過來的高湯 所以你們炒飯就加水 加的是什麼 不加水不加水 因為我們就把那個 骨肉湯留下來的 很多習慣養著養著 隨光陰流轉便自出老味道的內韵來 就像她跟丈夫的鹹冬瓜豬腳也是一樣 乍聽像俗塊的礦工菜 實際上卻是家傳私房 像溫體豬比較沒有豬腥味 因為我們不買冷凍 我們每一塊都 整隻豬下去切的 所以不規則 有些人都是買冷凍的 就單單你想吃豬腳 還是中段的 他們都繼續切好好的 我比較沒辦法讓客人選擇說 你要吃哪一段 這個一燙出來的話 這個髒水的雜質就出來了 當天送來的溫體豬腳 清洗過汆燙再泡冷水濾洗一遍 拌著鹹冬瓜一起燉熬 鹹乾甜香正是客人 以練三十多年的老家味道 我也不會講這很好吃就對了 跟一般的豬腳湯味道不一樣 它沒有甜就很好吃 這古早味的 常常來買 應該有每時間我們都認識了 我來瑞芳就住了三十幾年 所以都在這邊 三十幾年了 他們做我們都在這邊吃 味道可以啊 有一下無教味 那什麼味 無教味 你吃了是不是台灣 那是無教味啊 那我現在都有啊 你要自己拿喔 OK 就我媽媽教我做的 因為那想說 這個比較鹹 然後就是說 有礦工的話 這個味道可能比較下飯 而且湯頭味比較好喝 一般的話都是賣麵啊什麼 走到哪裡都有 想說用鹹冬瓜下去煮東西的味道 就是比較 湯頭味比較好 復刻了老母親的庶民浪漫 年輕民從路邊擺攤 到搬進美食廣場 生意便一直都像這樣 蓬勃盎然 外人總以為她是老店二代 但其實三十年前 她是開設店子零組建的工廠老闆 那時候剛好景氣很好 真的很好 不瞭解景氣的那個電子有周期型 器材片面的拼購 拼購然後 員工那時候也用到一百多個 但是她走下坡的時候 就像那個 六花梯一樣 說到人生的第一次失敗 是當時同行已經有不少人 私下簽賞大陸降低工資成本 年輕民卻堅持設廠瑞芳 所以後來換來的 是產賠八百多萬 一度還欠上地下錢莊 無忌可施了 才選擇主動刮主角擺攤 其他的人就來看 我是不是在做 然後他說是在做 但是也沒講話 然後就走了 然後就不定時地他們會來看 不定時地來看的時候 我就不定時地 我桶子裡面有多少錢 我就給他多少 一千 三千 五千 我這樣子給他 我講一個比較好笑的 我那時候已經失敗了 那人家還人家利息錢 利息錢那天剛好是大年出獄 把女兒的壓二歲錢收一收 出獄送去的給人家 而且是我女兒回外國家 我外國家家比較多人 然後有舅舅有來義 他們很棒 你一個人收一收 那個人感動了 就以後不難我的歷史 真的 很有錢 我很想講 連寨主都深受感動的背後 原來藏著做父親的無奈和不捨 整整八年 兩夫妻是多麼偏手知足 才能養大孩子 又還清債務 但沒想到命運 還是沒放過他們 一雷兩次颱風過 經煙醜水災 新買的預售屋泡了湯 六百多萬 瞬間又付諸流水 回家喝 每天都喝一瓶 威士忌 威士忌 那個 那個 教你沃克 一天一瓶 對 藉酒交手 就每天這樣喝 你為什麼會打一個白骨 其實 快到後來 就沒辦法了 等你也不行了 你有沒有覺得 你的身相 五八點 五八點 哪還八點啊 有時候 連親民臉上 一層層堆砌的笑容 無非是為了掩飾內心的苦澀 因為故事的後來 不是一家人 終於一掃陰霾 而是兩年前 她被宣判 罹患了第四期的腮腺癌 她一聽到 跟她講說 第四期 她每次好像掉下來 你怎麼會這樣 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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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太太一直 後面一直支持我 因為那時候 真的沒有人支持我 你會撐不下去 你真的沒辦法 很痛 第一天壞了下去 第一天還好 第二天 坐也坐不住 躺也躺不住 站也站不住 不知道怎麼辦 苦澀的人生裡 一連兩趟 漫長的悲債還債 其實已經夠魔人了 連親民最後 雖然又遇上癌磨 卻因為跟太太 沒有太多的自怨自憶 硬著頭皮 堅強勇敢 所以奇蹟般的 竟抗癌成功了 醫生也不太相信了 結果 我就好像天才幫我 第一次化療完 體重上來 體重就是要恢復 體重又恢復 一聲就說 這樣就好 每一個禮拜 就一直恢復恢復恢復 恢復到正常的體重 而這一兩年 因為醫院市場兩頭往返 為了照顧先生 陪伴化療 油櫃每一度 讓生意停擺了四個多月 本以為在地客人 從此流失了 誰料到爐火一開 瑞芳人隨書懷老菜 一盤盤端了出來 也一個個選著相色回來 有一個外地人的客人 坐在那邊看 他久久來一次 他說你的客人很特別 好像都對你很好 我都對 都沒有什麼任何的交談 但是他們就對你很好 其實說穿了 油櫃每是把老客人 當貴人相待的 他說如果沒有他們 舉在人生如何完整 抗癌過後 又如何重拾幸運呢 因為他讓我們度過難關 就是說我們很愛這個工作 因為對 這很辛苦 但是因為沒有這個工作的話 我們反轉不了人生 正因為對這份工作 有益於言表的感恩 所以夫妻倆就算在累在忙 也永遠記得掛上煥發神采 儘管這是多少人 逼之唯恐不及的 湯湯水水 無碗條根 瑞芳山城讓旅人留戀的 除了美景還有這個味道 湯頭富裕的芋頭米粉 配上一塊新鮮現炸 金黃酥脆的白帶魚 阿蓮阿嬤的白帶魚米粉湯 成了到訪瑞芳的必要儀式 來到這個地方 我覺得不來就太可惜了 一定要來這邊爬完山 然後吃完回去 你才會覺得 那這件事情就是很圓滿的 一般你賣這種 芋頭米粉湯的 你去羊魚山去很多地方 都有在賣 可是 它的湯頭像它這麼好的很少 白帶魚一般人都 很多人都喜歡吃白帶魚 它的肉炸一炸很清脆 厚厚也不錯 它都是現撈的 翻燙也好吃 炸的都很清甜 疫情影響 老店的門一關超過三個月 可把客人給寄壞了 整個家裡都說 老闆娘 趕快做 今天早上要老闆 我吃一百的就覺得 一直想 一直想 我想到我來的 人家都等不到 我一百六開而已 人家有 開的都來的 整個家裡都來 兩三個百元就一直炸 不管顧客再怎麼催促 阿嬤阿嬤真的沒敢提前營業 因為整家店只有她一個人 裡裡外外的忙著 就怕沒能面面俱到處處周全 特別是熱油翻滾的油炸鍋 白帶魚能不能美美的 成敗就在這了 往前回 bangs 魚丟下鍋炸 其实是整个前置作业 最快速的一环 真正耗时费功的是鱼货的处理 这刷到手都... 都在下去 刷到就是这样 刷一层吗 刷一层 这肺都流不里 对啊 就这样有点滷了 手里这么久还可以刷到吗 这刷里就没办法了 这样有都大刷不够做了 如果有大刷也有时间 我们有时候才去刷到 整理这 这都全刷里 就我们头上砸起来 像这有 这刷去外来的了 就是像老虎钢结架做 然后刷到就这样拔掉了 这这些都有一些 用这些灰水在里 不怕我放五千枝 我比较久了 龟毛的杏子让慢工出细活 又更慢了 一条鱼要清洗要修整 要去血水出血块 干干净净子子细细 不急啦 七十多岁的阿嬷说 她有自己的tempo 就算是老虎钢 也不能减料头钢 被问其卖白带鱼米粉汤的起因 阿嬷的表情一秒泄露出 没事找事做的心声 这个时候阿公赶紧一流烟走为上策 省得白眼抛过来 原来当年就是阿公喜欢钓鱼 钓太多吃不完也卖不出去 干脆送给登山客家菜 夹着夹着就夹出了一家店 我们头的鱼子自己丢顿了 自己丢顿很多 没人要吃 他就放在那里 我走在百岁的人来煮 除了百岁的人来煮 百岁的人来煮 百岁的人来煮 经扶着就夹了 他都做了 所以要百岁自己煮 自己买米粉来煮 而百岁的人 瘦得早就夹了 一 г无地就拶了 對啦 順道要比較有八爪 我們地方是要比較有八爪 像這樣比較有人 老前做的時候我們頭要自己做 做的順目越來越不夠 不夠之後就要加 一個就喜歡拿鐵了 一開始單純想消掉吃不完的魚 沒想到山城隱藏版的古早味 口碑越傳越遠 甚至傳到對岸核心碼 那人家說 你也吃得真厲害 現在人家會叫人家叫人家叫人家 說這我要去針對岸核心碼 我有人家圓分的那種 人家如果不去 人家吃完會吃完 沒什麼錯別 我都說我不會這幾個肉 也沒什麼錯別 銷售自己有顧客員 這個最初分送分享魚貨 布下的善緣 二十多年來 持續不斷的 在百年廟宇邊的小店 結出美好的果實 如果說無垠的天際 很深邃的大海 是對老夫老妻 那麼小而寂靜的茅傲魚村 就是海天滋養下的一顆珍珠 百年來走過繁華 如今極靜古樸地躺在這海灣 不怕流汗的人 總能因為牠而豐收 這是什麼樣的龍蝦 紅蝦 我們這裡當地 紅蝦的紅蝦 因為很少 很少 越來越少 那個是 拜個月禮拜牠 牠還是抱著 總是汗流滿面 因為不是剛從海裡上岸 就是又要往海裡走 一整藍的龍蝦 是昨晚才捕撈上岸 這個龍蝦不能用魚槍打 用魚槍打的話 基本上就不能吃 所以平常你也自己下去 自己抓 拿魚網去把它 放在牠會出入的路徑 然後隔天再去收 這個是要拿去哪裡 拿去放在海邊 魚槍那邊 湯比較小 沒辦法 都沒有人在這裡 太窄了 太窄了 活動禮拜牠會比較緊張 所以一定要牠 對 放在海裡 讚揚 讚揚在那邊 對 閃揚在那邊 人家要去拿去拿 養兩隻 三的人 三的人 你如果兩隻小吃 我對切 一人半吃 那一天有一隊夫妻 他們坐在基隆那邊 也是做這個佛海餐 餐餐而已 叫來吃我們這龍蝦 要找他們兩隻問說 老闆你們龍蝦怎麼煮 為什麼你們龍蝦吃到雞仔店 我說 就蒸蒜魚 哪有 哪有什麼特別 就越簡單的料理 越能吃出它的原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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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蒸龍蝦嗆些油蔥就很鮮甜味美 一上桌老頭不怕燙手就大口大口吃起來 其中最過癮的要算是撐起一根根龍蝦腳 唉唷 很鮮甜味 小燈魚 一上桌老頭不可 一上桌老頭不可 就有一個 好 一上桌老頭不可 你很會吃耶 對啊 對 一上桌老頭不可 一上桌老頭不可 這… 你怎麼啦 你怎麼吃 這吃的怎麼樣 吃的很甜 對啊 來到阿偉的石頭屋 最大的享受莫過於 吃到很辣的海鮮 我要捲米粉兩個 你們要不要點一碗 就要兩個噴著吃 因為滿大碗的 有吃過的嗎 我也吃過 OK OK 假日早上九點 廚房就已經水火煙氣強強滾 不管是蝦冰蟹醬 烏賊家族的小卷 軟絲 還是海中貴族 九孔 鮑魚 都是饕客必點 料理不宣兵多煮 清蒸為主 在浮宇煎煮烤 東北角的小卷 佔全台七成產量 除了清燙品嘗外 還做成招牌的小卷米粉 和海鮮粥 基本料理外 最重要是放進大尾蝦子 和小卷 湯頭裡有海人的巧思 你現在用石花丼做高湯 因為它很老 因為它很早累 吃起來比較有海味 鮮度也不一樣 多了一個海味 所以我們這裡 我們這裡就是海鮮粥 跟海鮮米粉 很有名的 就是會完全就是這樣 石花丼好煮外 還會加入蝦膏湯 吃上一碗 像是掉進大海裡 有鄉村的兒子特別帶老爸來 品嘗專屬東北角的鮮味 我不知道怎麼吃好不好 嚇一跳 對 那後來以前叫我 我又沒有叫什麼 還叫白鮮 所以吃不完 它東西新鮮 然後價格又合理 對啊 它又有風景 所以才再來一次 吃進嘴裡是有價的 但眼前遼闊的海天是無價的 假日的卯傲 人氣沸騰 鐵馬族頂著烈日 蒸騰熱氣 幾乎要把人給化了 還是無法阻擋 侵害的決心 油不說很強 因為裡面那個浪 沒有浪 很平靜 裡面那個海底的地質 又很豐富 以我們的感覺 這個蚵子是我們這個 要怎麼說 吃飯的地方 探景的地方 山巻海濱 到處都是堡 東北積豐牆 就地取材 石頭屋 是當地特有建築 海底資源豐富 更不在話下 如果缺錢 去海裡撈一撈就是了 2012年 蕭文偉為了照顧母親 放下鐵工工作 從市區回到故鄉 但總要有收入 才會在石頭屋裡做起生意 現在是整個鯉頭刀比較長時間 現在不一定說每天都撈鯉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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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鯉 也不錯過搶魚時間 一接到傳家訊息 就往石沉鯉鯉鯉鯉 如果當時要處理 你不知道 當時要回到你不知道 我們看到他 當時要處理 你還要準備 我們要早前先點 Open the air 拿鯉鯉鯉鯉鯉鯉骨 都要準備下午 不能錯過時間 對啊 不然就拿不到 這是你要的 對阿 這是什麼 它的學名叫齒春 齒春 帶回去做生魚片 只有做生魚片 也可以煎 但是它這種魚 做生魚片 肉質 你在這邊認識不少魚 你在這邊認識不少魚 要瞬間成長 這個你來現金就可以買賣 假日有很多人來買 假日人會比魚還多 4.2 阿偉說了個笑話 就向著港灣氣氛 平時寧靜 但當訂製漁場的船 一入港 就跟著人身鼎沸 在滨海公路上 看到沿海許多浮球 就是訂製漁網的位置 古老的捕魚法沿用至今 船家一天之中 會出海至少兩趟 把網內捕獲的魚 趁先再回岸上 來喔 快點來 來的 來的 蜂蜂蜂蜢 vielä 我就開始會選針 你是不是特別跟著老闆 來這邊 要買魚 我常常來吃的 去他那邊 一聽到他要買魚 你車子也跟下了 對啊 有一轉進來boy 所以剛才正在老闆車子後面的 就是你嗎 對 你開得也很快 我就跟了 我怕就跟丟了 店裡的客人熟到 也會跟著阿偉來漁港 買魚 看熱鬧 再次店裡 這裡 這裡就好了 訂製網的魚它的特色在哪裡 新鮮 如果用網子 就是 偷網的那種魚 牠有可能在網子裡面 已經死了一段時間在上岸 來 這裡桌子 桌子拿著你 不要看菜單 牠的不要菜單才好吃 怎麼說 這是內行人才知道的 你問牠 高康 酒釣 又吃肉 要由牠口裡說出來的 你要問牠當時有什麼 因為我們當季的魚 我們做的魚都是當季的 老闆 給我這兩次給你吃 好 等一下幫你吃 好 不然你不要吃這個 你要怎樣 我會說什麼好吃 好 我媽媽 先給你 我先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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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從林口來的夫婦 吃了好吃又再度光臨 其中最意有未盡的 是像極了火山爆發的騰湖 具有蝦蟹雙重口感 總讓人大吃一驚 照顧媽媽的日子 因為她吞食不方便 水經常煮粥 煮出心得 開啟店時 才會將小卷和粥做結合 發現 經過店門口的人 一天都不到五十個人 粥間人潮少 但有不少鐵馬族 為了吸引大家停留 推出接地氣菜單 自個兒下海採石花菜 經過反覆曝曬 清洗 熬煮 釋出藻礁 成了消暑的石花洞 添了檸檬 還加了白色QQ 這個就是三種海藻去煮的 那是什麼 金球 金球 對 它純天然的食材 跟外面那些珍珠野果 很多這種加工食品完全不一樣 除了檸檬口味 還有鮮奶 巧克力 抹茶和洛神花 酸甜特色飲 是應戰酷暑的利器 來 乾杯 過去做鐵工 剛才鐵器 終身保固 生意一次性 現在跟大海掏金 不怕流汗 竟是回頭客 阿偉歸於返鄉 帶動人氣 也帶忘經濟 中午時分 位於三隻的小龍湯包店 像是個大汽鐵 把顧客一個個吸進來 我每次來 我跟我老公兩個人 一個罵完啊 然後小龍包一樓 然後每個人一碗綜合細粉 一定要吃飽飽 對 真的很棒 空氣中瀰漫著蔥肉 蘿蔔清香 店員快馬加鞭 包餡打折 捏個不停 整天客門的時間比較多 都算過包的量量多少嗎 沒有計算過 餡包餡蒸 蒸籠像是堆積木 疊過一層又一層 溫體黑豬肉餡 逼出鮮甜湯汁 敲過速度超快 短短幾分鐘 才上桌的湯包 就進了武藏廟 這個裡的湯包不舒服 它味道鮮美 不來吃的不舒服啊 一年來吃 吃習慣啦 吃多久了 吃十幾年了 蘿蔔熬煮的高湯 做成油豆腐黃麵 可以說是 將這胃入三隻 跟著隨俗 吃完小籠包後 還要來龍豆沙小包 才算給足阿福老闆面子 紅豆湯包很特殊 很棒 通常有朋友通常帶來這裡 不會比台北那一家差 還不錯 老客人愛上這個味道 頻頻把它拿來 跟台北名店做比較 敦扣的阿福老闆 總是瞇著眼笑 謙虛中露出些許驕傲 我沒有固定說 員工一定要說幾折 但是我要求他包細一點 因為想湯包要包細折 要多一點 他皮才會薄一點 三隻小城鎮 因為這家在地湯包店 讓人捨不得再到外地覓食 到了假日 反倒變成是台北客 大舉入侵 光是薑絲就要用料超過50斤 得動用20多位員工才忙得過來 剛開始本地的客人 他認為說皮太薄了 那吃不飽 靠台北過來旅遊的客人 說你們這個包子皮薄餡多很好吃 都幫我介紹 慢慢地爬升起來 原本就是在地人的阿福 家裡務農 在梯田上種稻 但想到南部一甲地 一小時就可以收割完 他們卻是十個人工 一天也收不完 心就涼了一半 不想窮忙 所以閉了夜 就到台北的江浙餐館 拜師學藝 以前在學的 西藝都很難 很難 很難 也要難 台灣人會說在家在做 老師傅邊打邊罵 奠定了料理功夫底子 小龍湯包的內餡調味簡單 但主角 豬肉來源卻很不簡單 都用本地放在那裡 溫體豬來說 它的鮮度會比較好 肉的Q度一些都會好一些 爆漿湯汁就來自熬煮肉皮 長達12個小時 使出膠質做成了皮凍 只是當年雖然學得好手藝 但沒立刻投入餐飲 而是跟著親戚到彰化開鐵翁場 做起配手 有好幾年時間 身上沒有一點是乾淨的 但收入穩定 他也樂於工作 直到股東拆火 才重拾料理本色 說不然他做 他說要做湯包 我就跟他說 你怎麼做湯包 他說你看我做不到 我說不然我們來去 我們去北圍 比較有出名的那個湯包 吃看看 如果你可以吃到像這樣 才可以做的 他說這個還OK啦 你都不知道他會做湯包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完全都不知道 對 就是我們開店後 我才知道說他會做湯包 儘管當地已經有三家小籠包店 但他觀察 有的是買批發的來賣 有的是皮厚肉少 他師承將這門派做出來的點心 絕對有立足之地 本鄉由此 就大膽開啟店來 我對他們也很不好意思 因為我感覺說我來做了 每幾年他們都一個一個都沒做了 剛剛拍謝 對 拍謝 我們想說 好賜大家 大家可以當去賣 因為畢竟他們要養家 對啊 給我 靠著新鮮食材扎實手工 每天只睡三個小時 終於打敗對手成了人氣店 但他不忘本 原本頂下來的店面 有賣潮州肉園 他也延續著 但把外皮加入番薯粉 讓口感變得更Q彈 外面很多都是用炸的 然後我們這邊是清蒸的 吃起來會比較清淡 然後皮是Q的 就是負擔比較不會那麼重 靠著小籠包養大兩個小孩 兒子念商 一年前辭去會計事務所工作 回家幫忙 八年級生 仍是一臉志氣 但不沉迷玩樂 因為知道眼前有更重要的事要承擔 爸媽他們年紀慢慢大了 我媽媽可能會憋尿憋出毛病 爸爸胃可能也因為做生意了 所以變得有點差 所以我看得有點捨不得 兒子回家幫忙 阿福開心全寫在臉上 現在除了擔任導護志工 一緊救援隊外 還要當起鄭老師 我說好 我給你半年 他說好 媽媽我回來吃 很好很好很好 真的很好 什麼吃都自動鋪發的 圓滾滾的豆沙小包 是淑倩的最愛 豆沙餡原料店買輕而易舉 但阿福堅持一定要自己做 從紅豆手工磨殼到炒餡 不加防腐劑 沒有色料吃盡的使安心 功夫就是這個 要炒到那個豆沙 有感覺焦香的味道 然後又吃起來 讓客人感覺很綿綿的 他自己創的這個豆沙的口味 真的是市面上可能吃不到 對 又不會很甜 一龍鮮肉嗎 好 帶走 好 稍等於一分鐘 店門一開 人潮就若育不絕 在地經營二十多年 成功不是偶然 阿福重點吃三娃公 遇上對的時機 拿出真本事 儘管是在小小的三隻 還是能和名店共享榮耀 創造經濟奇蹟 晚風徐徐 天色向晚 堤防上的人影頂著星光和黃燈泡 輕聲細語氣氛浪漫 這裡是淡水河又岸第一排 隱身出海口附近 視野遼闊通透舒暢的隱藏版景觀作席 風景很好 然後很有那個浪漫的氣氛 帶家人或者帶朋友來吃飯 是一種享受 美食座美景 杭阿萊才知道的巷子內餐廳 地理位置很隱密 但在偷客的美食地圖上 一點都不偏僻 劉德華 張雨生 阿妹等許多大人物們 都曾經是這裡的座上賓 知道會是最佳廣告 也不吝嗇跟廚師老闆徐文德合照 讓他成為名人和食客之間的舌尖連結 一直攪動 一直攪動 一定要攪到有泡沫 它才能夠包覆美麗飯 三分四分這樣少的話 我會回去隔天都會 手都會痛 能讓韜客專程從市區 跑到海邊解饞 徐文德的手藝 當然得有兩手 菜單上的品項並不罕見 但他總能在客人舌尖 變出意外驚喜 這道鮭魚炒飯 鮭魚和蛋酥炒到酥脆 貨氣十足 洋溢焦香 搭配粒粒分明的Q彈米飯 口感滋味有層次 煎的東西看似簡單 其實也不太容易 可是煎這個煎碼頭是最困難的 一般家庭食物 聽到煎碼頭它就很大 東西要新鮮 不需要做很多繁複的食物 所以盡量簡單就好 而煎魚也是他的強項之一 免魚要煎到外酥內嫩 金黃油亮 得要仔細看顧十幾分鐘 對一般的餐廳廚房來說 恐怕不太符合時間成本 但徐文德悠悠漫漫 賺錢不積極盈盈 比一般薪水好一點吧 就是沒有想到賺大錢 沒有想到說要怎樣做 就用心做吧 用心做的菜肴 從食材就很上興 餐廳位置靠海 吃海自然進水樓台 徐文德用的海鮮 都是熟識的釣客們上岸後 直接交到店裡的新鮮貨 一般的養殖魚 還油不進他的廚房 所以要釣了原來鹹太多 你看到魚 而且不錯 還是活的 多快樂 養殖你總是有一些 合成的飼料啊什麼的 像那個小家子 要吃養殖的 我吃到什麼 不去吃啊 我真的不點魚 因為之前 點魚都是養的魚啊 幾乎外面 因為現在也真的很過癮 他們做生意的哪有可能 那個成本跟你弄得那麼高 那我們的就是 力度比較少一點 但是他的東西 要求東西要用好 自身體質對藥物過敏 因此對養殖魚禁械不敏 曾經做了13年的日本料理師傅 用的也全都是海魚 曾經滄海就難為水 那父親以前是棕破腮的副手 做料理有天分 徐文德耳濡目染 也看出了興趣 服役時在廚房當火師兵 小漏一手 算是廚房人生出事提升的前奏曲 我是煮給星星吃的 就不用上飛兵而已 退伍後 趕上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 在日本料理餐廳 從學徒做到師傅 每天忙著只剩廚房和臥房 但心中始終有個創業夢想 催出他做自己的老闆 回來的時候小孩子睡覺 小孩子去上學的時候你還在睡覺 對不對 遇到小孩子的機會比較少 23年前 朋友位在海邊的紅瓦老房打算出租 徐文德知道後就乘租下來整理一番 開啟了她的淡水河邊看海的日子 我老婆她說 你開了這邊賣誰啊 她都沒錢 我要去想辦法去借錢 對啊 我真的會害怕 只是想說我要好好做 好好做我的料理 要好好做 其次的想法就是這麼簡單 太太當初的擔憂不是沒道理 創業圍堅 偏僻的海邊 有海潮沒人潮 徐文德的想法簡單浪漫 聽起來有點不切實際 但陳梅仙還是呼唱呼隨聊落去 能自己做的就不用再請員工 從一竅不通 被徐文德訓練成考物達人 那個比較厚的箱子都鋪在下面 我們全家四口被蚊子咬得半死 像他喔 他真的超嚴格 不只是對家人嚴格 對菜什麼都嚴格 他很有想法 對對對 那我們就是他講什麼 我都想要做 一開始一個星期做不到三桌客人 索性房租便宜 加上夫妻倆隨遇而安的本事 省吃減用 現金流勉強打平 偶爾附近的吊客和攝影師肚子餓了 發現這裡有一家隱藏版的餐廳 口碑也就慢慢飄船出去 不少明星的經紀人來吃過後 也帶著藝人來這打牙祭 徐文德的小店連帶成了影劇版花絮的背景 而小有知名度 今天陰天不然有夕陽更漂亮 夕陽大家搶著坐 坐有觀音山的懷抱 淡水河堤上的坐席天寬地闊 浪漫又有野趣 天冷或下雨時也不用擔心 室內座位通透舒適 在武漢肺炎期間 市區餐廳生意冷清時 這裡反倒沒受影響 洋蔥本身會甜 蝦子新鮮的話吃起來也會甜 但那個加起來就很好吃 從日本料理延伸的靈感 這道炸香菇絲瓜 沒有花俏裝飾和繁複調味 裹上洋蔥蝦泥 簡單之中透出淡雅鮮甜 是徐文德希望讓客人嚐到的樸實滋味 如同他最常被問到的問題 餐廳開在偏僻的海邊能賺大錢嗎 他的答案永遠知足而後不足 欲望小一點 希望少一點這樣就好 今天有多少錢你也會覺得不夠 滿足就可以了 為了珍惜親子時光而開設的不奢求餐廳 沒有奢華裝潢和便捷交通帶來的人潮 有的是無價的倉窮虛懷 和無辱而不自得的人生自信 接下來徐文德計劃兩三年後退休 讓炒飯炒到快要不舉的雙手 能好好休息 慢慢享受淡水的慢活氣息 他還是會有他的想法 不會說在家不做事 要支持他不能給他露氣 要支持他不能給他露氣 晚天就用菜頭 夏天用冬瓜 小山城的早餐 就從這一碗濃郁的排骨酥麵展開 麵體是特製陽春麵 配角可以是全年供應的綿綠芋頭 也可以是夏季限定的厚切冬瓜 老老闆的大方表露無遺 芋頭排骨麵 芋頭就是酥酥脆脆的很香 然後在地人都會點這個 但是有時候會限量 乾麵排骨大花 早上就是這樣一套這樣 我來這裡看大家都吃排骨大花 想說吃吃看 對啊 吃一次就上癮 吃盡鹹香排骨酥還不過癮 點上一輪小菜 才知道棕破塞老闆選物之用心 被挑最適合客人的 像這個紅燒肉 鯊魚鴨 這個都是我們店裡的正店 對 像還有小卷 那個都是我們基隆這部分的名產 清晨五點半 垂岩升起 往往小菜都還沒上架 客人就迫不及待報到 山城雨露 總是雨天多於晴天 早餐來晚熱食 像是幫五臟六腑注入精氣神 我們回家麵都自己在抓骨 會比較大碗 跟外面的一般麵比較不一樣 對 媽媽說要讓客人吃 用飽足感 老闆娘從國中就幫忙 到現在小孩也能鎮上第一線 鎮上的人是熟到 看一眼就知道吃什麼 因為我們這邊有一些礦工嘛 所以媽媽都會比較早開 那時候媽媽就會比較早開 從以前我們從小媽媽 就這樣都說過 像我這個年代 我這個年紀 我們都是吃肚子大人 都有接觸到那個東西 老一輩像我爸爸 我那邊的爸爸 他從礦坑出來你不認識他 整個人黑漆漆的 對 他們都受到職業傷害 鐵路宜蘭縣必經的瑞芳四角停鎮 迷你聚落人口少 也只有區間車才會停 早期採礦熱鬧一時 老闆娘的媽媽搶商機 做其小吃生意 為了在眾多店家裡被人發現 他努力研發 就在看似平凡的陽春麵裡 夾進大有學問的排骨酥 排骨醃製的方法 鹽巴 糖 紅味素 還有五香粉這樣 這種東西是來跟丈母娘學的 有一些獨門的東西 你是在中泡塞學不到的 這個 對 當然它的調味料 它的配方 都有相當的比率在 有你中泡塞沒有學到的 對 對 四角亭土生土長的林國陽 十幾歲就跟著師傅摸起油湯 愛熱鬧 更愛食材 變化出的美味 最後當起中泡塞到處拌桌 媽媽說當初要娶女兒的時候 就是要到店裡幫忙 因為那時候人手不夠 阿嬤有逛過 倒到腰就怕平凡了 賺不完的錢 大廚回到家 半瓶大空間展廚藝 山林綠藝舉目渴望 他笑說倒也樂活 用豬油炸排骨酥 除了帶骨的還會掺雜後腿肉 這肥瘦各半 是時間累積下的黃金配比 用假日有時候平常時候 就賣了好幾十斤 只有人家買回家購物 對 過年的時候更多 這種東西是媽媽自己研發的 她曾經發過麵 她說做過超過一百萬 一百萬 她就是這樣 慢慢研究 師傅去吃 研究 研究超過一百萬 就是按這個口味來構成 製作丈母娘的這一碗湯 要耐得住高溫油炸 還要對食材斤斤計較 這個時節 假鮮的芋頭鬆軟綿密 最適合入湯 你看都非常大顆 芋頭不怕大顆 就是我們在削的時候 就是怕它有坑坑洞洞 你說你還要再檢查 等一下那個就會去處理 等一下這個還要削 這不是這樣你就削了 你削完然後老闆還要再檢查 老闆一定都會檢查 有坑坑洞洞 對 你看你這個 這樣不能用人家吃 我們要處理到最好的人家吃 芋頭入湯全年供應 倒是夏天就多了 極力興旺的冬瓜這一味 一大清早 冬瓜車從宜蘭開來四角停鎮 得把貨全給卸了 帥哥司機 今天的任務才算完成 你有冬瓜車每天都要來 沒有 大概我一天的輛冬瓜 大概有L340 有時候夏天的時候要不夠 那你是瑞芳的冬瓜的最大福 沒有啦 他們最大福是他們買 有時候來不及的話 這邊沒有的話就是用高湯 台湖很夠油 對 我有夠 對 他們用的也是 最主要也是用這個 這個灑湖 我們灑這個沙粉這個湯來排走 對 所以我們的湯很清 腿都很熱 人家說爬樓梯的 誰要上來啊 所以媽媽真的讓她下很大的功夫 去吃 得來不應 宇都的山城歲月 因為這碗熱騰騰排骨酥湯 讓人暖心不少 宗泡塞把趙母娘的好手藝發揚光大 衛美不怕像子生 越來越多遊客被湯味給吸引 走入這河街聚落品味歷史痕跡 來 裡面坐 我唐姐她也是一個 一個老師 她跟我講一句話 我們是去吃麵紅茶 有時候一天的話要跑三四場 以前我們家的餐廳是全金山最大的餐廳 朱慈舟說的去吃麵 其實是一連三 在起碼八十年 從阿公阿嬤做小吃攤起家 到爸爸經手又開餐廳又辦外匯 做到全金山最大家 卻也做到兒孫被 半多半都怕 當時在做大家都怕 因為以前在半多 有時候出去一兩百桌 以前的桌椅都是磁心的 不像有什麼玻璃纖維的桌板 以前壓到喘不過氣 都不敢做了 沒有人敢接 趁著油紋達標 補肉下鍋前當下 才鍋粉現炸 輕盈的就像仙慈那般優雅 在油海中這個起床來 而且一身金黃 無非就是蘇香通透的金履衣 可以熄火 那你也可以放開 但是油溫就是自己要控制好 因為你補肉在炸之後 這個下去就自然要把它補出來 不要下去以後又開大火 這個就是功力不夠了 煮瓷粥的補肉 現在用的是腰內肉 不過早期爸爸做棕破腮的時候 當代的廚師都慣用煮井肉 尤其是北台灣兩大派系 北投跟猛甲的師傅 向來都是這麼做 因為以前有殺豬公 以前你有殺豬公的話 你就是有一些肉 要把它處理起來 那豬井肉的話 他們就是用來炸補肉 不是說豬井那個補肉是宜蘭的 不是不是 是宜蘭有媒體先報導 以前來講豬井肉 瘦肉的話是比較那個 那一般的話豬井肉 他們在炸的話 會有那個豬油的香味 會把它逼出來 而且要醃漬的比較甜 因為甜遇到炸的話 它的整個香味會整個呈現出來 那個時代的拌桌菜味濃而豪邁 朱子舟在幾十年 換了肉質部位以後 嚴格來說麵皮比例 佐料調味也全都重新大改 唯有納入香底層 清零秀逸的靈魂 卻巧妙地被保留下來 那我們現在要用四種粉 四種粉的比例 把它呈現出來會比較酥脆 這個要保密一下 一般就是麵粉啊 剩下就是自己在調的 因為有些量很大 有些量一點點 但是你缺少那一點點的粉 就不行了 爽酥的皮一下 既包裹著細膩軟滑 也完美了蜂窩香氣 其實老台菜有好幾道 都類似這一般樣貌 熟白的酒家菜裡吃得到 便會版兜的老師圓桌上吃得到 有趣的是日式炸味菜單上 也都能見到 他們在做那個酒家菜的話 也比較偏向日式的 所以說我們有很多台菜的話 都是從日本把它改變出來的 不是說有台灣有台灣的味道 但是有它的歷史淵源在啦 就是Tambula 他們講的Tambula 他們炸的東西就叫Tambula 所以說你做一個廚師 就是一個餐廳的經驗者 你要把整個歷史啊 你要把它傳傳下來 就像我阿嬤傳傳給我一樣 跟很多埋頭苦學的 乖乖排階班人不太一樣 如此周對老台菜 除了耳濡目染 他還重視淵源的相傳 甚至用大半輩子的人生 去咀嚼學問演化的所在 像是紅燒豬肝為什麼 紅了近百年 世人重愛的濕潤口感 總不被淘汰 紅燒豬肝以前也比較少做 而且不會炒得這麼乾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以前沒有鐵刷子 因為它已經炒 炒到焦化以後 那個鍋子起不起來 對啊 對 所以鍋子好熱慢 所以說他們沒有炒那麼乾 會濕潤濕 濕潤濕的 炒豬肝 我們在炒多兩塊都炒不出來 沒辦法像外面 他們炒個五份十份的 你看我已經調了六次的火候了 其實偏焦的紅燒豬肝 方間滋味大同小異 但豬此周卻只奉 記憶裡的那一份古早味為歸念 偏偏在這道菜上 又或是藝術 滋味足不足夠呼應它的水雕 那就端看火候 操弄得夠不夠玄妙 在炒這個來講 我當時也要克服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每份豬肝它不一樣 有時候豬肝缺水比較多 但是不代表它不新鮮不粉 問題是說 你如何把不一樣的豬肝 你要什麼樣的火候 什麼樣的過油方式都要不一樣 所以說這道菜學成要三年 不可能 不可能三年就學會了 他們這一家 就很多的名菜都非常有名 尤其是那個豬肝 那豬肝自己的口味 是跟別家不一樣的 非常嫩 口味非常好 非常的好吃 我從大隻爬到這邊來吃 我一年總是來過好幾次 這家店的它的菜色其實蠻豐富 蠻多樣化的 在經商老街來講 這家店它 我覺得它比較乾淨衛生 這個我覺得我蠻在意的 它的米粉湯就是湯很濃 然後那個芋頭香很重 那它其實東西加的不多 就是很簡單 但是整個滋味就很好 調的很好吃 如果要提食材簡單 味道卻很濃利的金式美味 那麼玉香米粉在鐵粉的心中 肯定就無法抹滅 煮到軟Q的芋頭先起鍋 爆了香在倒進湯鍋內調味 芋頭量有多大 湯頭就有多濃 這一些都不是肯用料的家庭廚房 就能夠蓬煮的Q 而駐此週之所以 願意回家任命調煮 那則是源起於20年前 它差點被宣判離癌的 那個轉捩點 因為我之前就是那個開刀嘛 在醫院躺了快兩個月 那我一直在想 我為什麼這麼早 那個醫生有跟我講說 你還好是良性的 他之前檢查是惡性的 所以你那時候才幾歲 31歲 來 吃飽的你會多喔 其實31歲那一年手術前 檢查結果的確是惡性腫瘤 手術後經過兩個月 才戲劇性的發現 還好命運之神 把幸運還給了他 諸此週正是在病床上的 那兩個月 才下了決定要在人生路上 來個髮甲大彎 滿大的衝擊啦 坦白講 你人生遇到這種事情的話 遺言都交代好了 坦白講遺言都交代好了 那時候就在想 我以前就是每天這樣子 工作啊 喝酒啊 醉生夢死啊 這樣子也不行 那後來我一直 剛好可以靜下來 想了快兩個月 我想說 是不是說 把以前的味道找回來 古時的後來是他真的 把老味道延續下來了 至今二十餘年 守著老店也懂了阿嬤當年 把一道一道老菜的典故 一說再說 違反妹妹相傳的心緒 燙火高溫 步步近低 金黃色的色澤 層層印上了烤雞的外皮 就像是披上了金裝一樣 更顯亮眼 偶爾滴落的雞汁 更是讓香氣無所遁形 這鋼管機還沒上桌 就讓人忍不住食指大動 戴上手套撕開烤雞馬上噴汁 這才讓人見識到 這鋼管機的魅力所在 包括在雞內 研製過的洋蔥配菜 完美搭配雞汁 成了烤雞最好的調味品 雞腿肉的話就是 你吃不會那種就是 好像一吃就斷了 然後有一點嚼勁 就是代表說它是屬於 有運動機 第一次吃到那個 雞胸肉比雞腿肉好吃 真的 它的雞胸肉真的很好 它的滋味真的不錯 好可沾不絕口 不管是第一次來的 還是老顧客 通通敗倒在這鋼管機的美味之下 老闆王茂松得意的神情 全都寫在臉上 因為想要烤好一隻雞 真的不簡單 光是從挑機開始 就是學問 有夠熟 骨肉如果不夠熟 吃到有骨肉 骨肉有夠熟 你把它疲開 肉也疲開 骨肉的香味 一聲就清潔到平衡裡頭了 你疲開 你會覺得很舒服 因為骨大了一個 膽子 再大就不好 再大都全油 剛才五根大油 就是大到前方了 那種肉最好吃 所以我的人 吃到我的骨肉都瘋了 骨頭很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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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沒貴 而且還有一個炭香味 所以我的骨頭 這個烤味和炭香味 兩個都骨肉 不只雞要嚴選 還要堅持木炭 直火炭烤 老闆娘陳明草 頂著夏天高溫 大汗淋漓 也要時時在旁邊看顧 隨時注意 隨時修整 幫烤雞做美容 因為當我綁雞的時候 有一些小毛的不好拔 然後我們現在算上去再烤的時候 然後這些毛我就開始整理它了 對 比較好拔 然後每根毛我都會拔起來 我看不習慣了 都是要拔起來 不過這烤雞要好看好吃 除了火候要掌握 重要的還是王家的獨門秘方 這故事得從二十多年前說起 原本當中皇宮人的老闆王茂松 因為工作機會變少 轉行做起了小買賣 賣菜賣水果都不見起色 最後想起了曾經在老婆 越南娘家吃過的洋蔥拌雞絲 於是夫妻倆一起改良成烤雞板 沒想到一炮而紅 那個香料很簡單 就是一些胡椒什麼那些 加一加而已 沒有什麼 反正都是好東西 沒有加到其他東西 我們東西也不加味精 我們的胡椒原理是自己炒 我就是在燈火大道 大馬路那裡加油站對面 然後一開始賣會怕 不敢搧太多隻 不知道生意怎麼樣 結果穿上去人家都定住了 然後再穿多一點 他用被定住 我不會怕人 人家擺幾百 車停幾百 警察來擲 擲車 擲人家 人家都會為官 我一次賺兩千 很壯觀 我開始沒了 差不多三個月幾百 不知道幾十天 不知道 夠到沒力氣 好 於是路邊的烤雞成了遊玩 北海岸遊客的最佳特色美食 只是生意雖好 但長期在大太陽底下頂著高溫烤雞 還要每天一個人搬運烤爐跟工具 十幾年下來 王茂松的身體終於吃不消 脊椎側彎開了刀 只能暫停營業 但客人卻不想這味道就此消失 紛紛上網詢問 這讓年輕一輩的子女 有了心想法 因為那時候他的小孩子還小 所以我們就想說 就是神聖還是要有收入 所以我們才想說 不然我們就把他移到 家裡面來試試看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幫他寫路標 幫他做DM 然後成立就是粉絲團 跟Line的部分這樣 可是沒想到就是 客人真的就是很捧場 我們目前都沒有住這邊 那邊是老家 那是小時候住在這裡 那現在長大 大家都就是搬出去 那現在目前這邊就是 叔叔跟嬸嬸他們住在這裡 對 那每個人吃下去 回來 大家回來幫忙 一樣也是因為客人的要求 於是王家庭院成了週末限定 的私家小廚 不僅有鋼管機 還有保證新鮮又豐盛的家庭菜 炒麵 絲瓜蛤蜊 炒水蓮 簡單上桌 管它大熱天 客人把握機會也要來吃雞 樹下打張桌子 擺上椅子就可以 我們只有就是一面六日 所以這些食材一定都是很新鮮 就是每個禮拜六的早上 我們會去市場做採購 回來再開始從洗啊挑啊 對 然後切這樣子備料 所以我們的食材其實一直都是 非常的新鮮 那就像雞一樣 它雞也都是當天就是載好 然後送過來 所以其實做吃的就是 食材要新鮮啦 感覺應該份量沒有很大吧 價格也不貴啊 想說那個價格應該是 我也不知道那麼大盤 這有點像大陸那個一樣 好像都很大一盤很花得來 價格上是真的很奇怪 而且基業很大隻 當週的禮拜一開始接收訂單 12號就是8月7號開始接收運訂 對 好 謝謝 拜拜 一位子女負責接待客人 還有兩位在廚房忙 就連嫂嫂也來幫忙外場收拾環境 王茂松的鋼管烤機 限定週末飄向王家大院 凝聚的不只是掏客的胃 還有著大家子的想行李 請再按下 按下 看 再按下 我們一起按下